增加空间的舒适度 不同材质和纹理的搭配能增强色调的效果 如何规划主卧色调 打造和谐舒适睡眠环境 五种技巧大公开 一、优先选择主色调 建议选择柔和的中性色 如浅灰、米色或浅蓝 这些颜色能营造出平静和放松的氛围 二、搭配次色调 次色调可以选择与主色调相辅相成的颜色 如生灰、淡木色或柔和的绿色 增添空间的层次感 三、选择点缀色 点缀色可以选择稍微鲜艳的颜色 如浅黄、油粉或蓝色 用于靠垫、装饰品或艺术品 增加空间的活力 四、材质与纹理的搭配 不同材质和纹理的搭配能增强色调的效果 如木质家具、亚麻布衣和棉质床上用品 增加空间的舒适度 五、光线对色调的影响 自然光和人工光会影响色彩的呈现 在选择色调时要考虑房间的光线条件 透过以上五种技巧帮你规划出理想的主卧色调 打造一个既美观又舒适的睡眠空间 马上开始您的主卧色调规划吧 请留言你在装修上的疑问 让我们来帮你解惑 每周固定上片订阅我们才不会错过 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装修、装潢的知识 了解装潢费用、装修预算、装潢报价单 参考室内设计风格 如果你想了解装修、室内设计的大小事 你可以再用下早免费订阅频道 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推出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发问正在困扰你的问题哦